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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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管理法源以及鼓励 任养替代购马 并强化世主的责任 都是希望能够未来减少 流浪街头的猫狗数量 另外 本法也让受医师治疗 动物疾病可使用特定 的人用药物也解决了 争议已久的缺药问题 同时我们针对 收容所动物 12天无人任养就得以 扑杀的法条也设定了 两年的落日 让12月的悲剧能够逐步 从台湾消失 身为友善动物的立委 能在本席任期中 顺利参与动保法的修正 并通过我要特别感谢 三年来不厌其烦 多次召集协商的苏正清 召委以及其他所有的 朝野立委同仁 未来仍仰赖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 共同执行并与民间的 动物保护团体携手合作 守护我们的毛小孩 毛伙伴让台湾往文明 进步与人道国家 迈进一大步 谢谢大家 请作为宁安 谢谢大家